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吃钙片就好了 但是你问一下老人家 你看吃钙片有没有起什么作用 老人家如果骨质疏松 你去吃钙片 绝对不能够治疗你的骨质疏松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明天也会讲的 明天我们后续就会讲到这个 所以第五个方面的话 因为这个细粮 金加工的食品 它是温性的食物 所以温性的东西它是热的 所以你吃了以后 吃多了以后的话 它就容易引起一些化龙性的疾病 好像不停地生暗藏 或者是扁桃体发炎 或者是口腔溃疡 都是这个引起 第六个害处 是就会让人精神不稳定 比较喜欢哭闹 容易冲动 睡眠也很差 因为它热嘛 然后让小孩子也会注意力不集中 第七个方面就是会使人肥胖 第八个是容易使人得糖尿病 第九个是容易使人得到老血酸 心脏方面的毛病 心肌梗塞 第十个的话 你吃一直吃那个细粮 吃得很精致 然后没有补充到充分的天然的材料进来的话 就容易犯癌症了 但是要这么讲 金加工的面粉比金加工的大米 要稍微好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金加工的米里面 它80%都是那个淀粉 没有什么其他东西 但是金加工的小麦里面 它除了这个也是淀粉很高以外的话 还有一点点就是 还有一些植物蛋白还是有的 我们那个硬邦法师 他原来就是这样子 他说北方人吃得很差 就随便吃一碗面条 也就对付一餐了 南方人吃得很精致 又是米饭又是很多菜 但是身体还是不如北方人 原因就是因为主食的差别 但是事实上呢 不管他金加工的米也好 面粉也好 都是不太好 要多吃一些粗粮 是比较好的 并且要具足五种颜色 是比较好的 吃大力吃一些薯类呀 山药啊这些 吃一点玉米呀 这些应该都是属于粗粮 没有不需要经过什么加工 那么呢 这个是我们说从食物上来治疗 然后从医药上来治疗呢 就是要注意几个方面 一个是要能够跳出五大误区啊 我们前面讲这个五大误区 你去治的话呢 事实上就是在摧残你的身体啊 第二个呢 要少用消炎 少用激素 有个同学就问说如果是高烧不退啊 要不要退烧啊 事实上要这样子看 就是说看烧什么程度 如果是危急到生命了 那当然还是要应急措施 还是要采取 还是要退烧的 但是呢事实上一般的呢 不会烧得那么严重 你只要补充水分就好了 只要让它补充水分 其实还有一点呢 要帮助它 还有一点要让它比较快的退烧 又不会中断我们人体排毒的过程 还有种什么呢 你用几种东西啊 黄瓜 那个胡萝卜 西芹 芹菜啊 把这个三种混合在一起 榨汁 榨汁以后再加一点水 把它冲淡一点 然后呢 让它喝下去 这个有什么作用 加强我们免疫系统的力量 让我们的免疫系统 更快地把那个病毒消灭 然后呢 它自然地自动地把烧退下来了 你不用去打什么退烧针呢 用天然的食物上吃就好了 所以呢 不是万不得已呢 不要用激素 第三种呢 是不是万不得已呢 不要用不要做切除的手术 不要用化疗放疗 第四个呢 是预防为主 第五个呢 是要激发我们内在的医生和药物 我们读药师经呢 药师经上面讲到 如果有些众生呢 无医无药啊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愿力 如果遇到一些无医无药的众生呢 听闻到要是活命呢 要什么会加持他 帮助他 要搞清楚啊 无医无药不是说你穷 无医无药我 不是这个意思啊 也就是说 你外在的医生再多 外在的医生再高明 外在的药物再昂贵 如果你不能够调动人体自我抗病的智慧 不能够运用免疫系统自我抗病康复的能力 就叫做无医无药 药师法门里面讲的医生是谁啊 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自我抗病的智慧 这个是我们最好的医生啊 我们能够正确的使用我们的身体 运用我们的免疫系统 自我治病的能力 这个是最好的药物啊 要能够做到这个了 这个才是叫做有医有药 你不能够做到呢 只是依靠外在的医生和药物呢 只是妄想从外面有个什么灵丹没有药啊 那个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能够有这些内在的医生和药物 能够运用的好 那么慢性病呢 就渐渐的能够好起来 事实上 事实上如果你真的懂得 然后你的病呢也不是特别严重 不是那种不是那种癌症晚期 应该来说呢 懂得药师法门 按照我们所说的药师法 健康长寿期法呢 都有方法可以转过来 那么 那个 就是讲医药方面呢 生理方面的话呢 我们前面讲过了 我们早睡觉 敲胆经和 按摩心包经 这个都是加强我们身体 它的能量 激发它的能 它的活力的方法 心理方面的话呢 要用的方法是释放压力 第二个呢 是四菌子汤 第三个呢 是忏醉 激福 环境上面我们要做的呢 是做环保 帮助众生 然后呢 多放生 这样的话呢 都能够让我们 身心呢 健康起来 好了 明天呢 我们来讲 怎样子 通过 激福 唱醉 让我们身体健康 流离三王状 流离三王状 灭除友情 灭除友情 众生诸病苦 众生诸病苦 八大菩萨 众众围绕 顶礼赞叹 甘露药王尊 甘露药王尊 请大家翻到 金本第二十页 第三行 可能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环境 好像我们身体一样 也是有病啊 我们学习药是什么呢 要注意啊 我要我要真实的 跟大家说 如果你的身体 有病的话 那么你在修学 药师法门的过程之中 你在走向康复 恢复健康的过程之中 你可能在有一个阶段了 会要病得 比以前还更厉害 要这么一个心理准备 为什么呢 我们讲过了 是不是 我们的发烧啊 感冒啊 咳嗽啊 这些呢 其实呢 它都是 它应该都是属于 那个身体呢 在排病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我们 遇到这个情况啊 不要惊慌 如果我们去医院 做一些检查的话呢 可能我们会查出来 好像 血脂也升高了 不要着急 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肝呢 在排毒的时候了 那我们这个环境 恐怕也是这样子 你看 几乎每天都会这样子 准复每天都会这样子 再搞一下 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了 其实我们的心里面的肯定了 里面对我们的行为 然后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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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笔四尊入三魔地 明月除灭一切众生苦恼 寄入定乙 与肉集中出大光明 光中演说大陀罗尼曰 这段呢是钥匙如来呀 若入定说咒 这个事实上是我们这个钥匙法门的一个特殊的方便 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呢 就是说为什么修钥匙咒能够治病 怎样修钥匙咒才能治病 这个第二倒是很重要的了 不是说你念一下 哎呀那莫勃切伐地 我这癌就跑掉了 没那么快 你要懂得怎样子来修来念 那么十笔四尊呢 那时候呢 比东方净土的四尊要是流离光如来 入一种三魔地 这种三魔地呢 名为除灭一切众生苦恼定 入这种定啊 就能够灭除一切众生的痛苦和烦恼 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 要是如来呀 以大悲愿力 观察众生的病苦 并且呢 他在成佛的时候啊 能够观察众生的种种病苦 已经了解了众生的病情 身心的病况 为了满足众生的愿求呢 要是佛特别的 思设一种善巧方便 入定来宣说神咒 三魔地啊 意为等识 定会等识啊 也意为等影 有等识呢 能够引发生定心 记入定义 那么佛陀呢 其实是时时刻刻都在定中啊 若且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但是呢 为了给众生做师范 所以我们看很多经典之中啊 释迦牟尼佛呢 他每一次要说法之前 要演说妙法 宣说神咒之前 都会呢 释现了入禅定 这个是个我们做榜样 要带领 告诉众生呢 要时时刻刻啊 藏在定中 那么佛陀要现神通啊 也是先入定 那么现在呢 要是如来呀 他也是如此 入定以后呢 在佛陀的顶上肉计像中出大光明 从无间顶像啊 出大光明 表示呢 由圣身的妙定 发出究竟的大智慧 由定呢 而放光明 入定放光明 光中演说 我大陀罗你 那么先由大愿地呢 就起大悲心 观众生病苦 接下来呢 就入定 入一种大定 除灭一切众生苦恼定 入定以后呢 于顶上的肉计之中啊 肉计像之中啊 从无间顶像 这个大福德距离 圆满像之中 放出大智慧的光明 而宣说神咒 观众演说 大陀罗你曰光 是讲智慧光 智慧光之中啊 演说咒 那就表示呢 咒是从智慧 本体呢 流出的善小方便 所以光是体 陀罗你呢 是没有用 是善小方便 陀罗你也可以意为种词 也可以意为遮词 总一切法持无量意 这一切恶持一切功德 接下来是我们很熟悉的 钥匙咒了 我们一起念 念这个钥匙咒好了 大家都熟悉了 南无波切法地 毕萨色居如皮流离 波拉伯 赫拉舌也 达托皆多也 阿拉赫地 三妙三伯陀也 达自托 恩 毕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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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莫皆地 所和 南无波切法地 毕萨色居如皮流离 阿拉赫地 三妙三伯陀也 达自托 恩 毕萨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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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莫皆地 所和 那我们念三遍呢 事实上是 表示我们身心灵 整体健康 我们也普遍法界众生 都能够身心灵 整体健康 如果传承之中念七遍呢 他也表示 赞礼 要是七佛 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略说一下 他这个咒的含义 事实上呢 正我号为总词啊 总一切法 词无量意 也就是他有无量无边的意思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去理解他 为什么 你要一理解他 你就执着于这一层意思 其他的意思呢 你就丢掉了 所以事实上他有无量无边的意思啊 一般呢是不翻译 也不解说 但是呢 善巧方便来说 我们让大家了解一点点的 也是好的 但是修持的时候呢 要一心专注的来辞送 不要 不要执着 现在我们所表述的意思 南魔是规定 薄茄伐地呢 也就是薄茄范 一般译为四尊 薄茄范六亿啊 端言自在赤胜 吉祥名称尊贵 多寒不凡呢 也有一些呢 把最后的尊贵这个意思呢 翻译为四尊 皮沙色是药 居如是诗 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念 南魔古鲁被 鬼上司 古鲁 古鲁上司 那么 居如 这个意思呢 差不多 但是音呢 有一点点变化 口音不同啊 合起来就是药师 皮琉璃 琉璃宝啊 琉璃 波拉婆 光 赫兰舌业 王 达托皆多也 如来 阿拉赫地 应供 三秒三伯陀也 那么一位 正辨之 或者正等觉 达字托 既说咒约 哦 就是呢 很多咒呢 尤其是那些 悉灾咒 真意咒啊 他一开始的一个字 皮沙色 皮沙色啊 就是药的意思 我们说药子药子 就是用这个药去治疗去治疗 皮沙色皮沙色 药子药子 皮沙色 自我那个有病的那个地方啊 让他康复起来 这是皮沙色 山漠皆地 普遍旧度 说喝 迅速成就 那么我们连贯起来是什么意思 闺蜜四尊 药师流离光王如来 应供正等觉 据说咒约 哦 药子药子 那么呢 自我有病的地方 普遍旧度 迅速成就 略略地来说的话呢 应该说那个 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那个答字托 据说咒约 那么现在藏文里面 他就翻译为 别耀他 或者呢 大耀他 这个嗡字啊 是三字种词里面的一个根本字 我们看很多的咒语啊 都会有嗡字开头 嗡啊 哄啊 号为三字种词 首先我们要明白 咒呢 它是怎么来的 这不是如来 它要编一个什么咒来 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怎么样 而是一切佛菩萨 一切本尊 他们在禅定之中 禅定之中的话呢 这种定生了 定功生了呢 就会有智慧光明 透发出来呀 由定而生会呀 身体的四大 的光明呢 也会显发出来呀 那么这样子的光明 智慧光明 透发出来呢 就称为光 光呢 它有 它以一种 它有一定的振动的频率 而存在 那么这种振动的频率呢 就是因 也就是说 由定而开智慧 由慧呢 而产生光 由光呢 它以一定的频率来振动呢 就是因 我们把这种 佛菩萨入定 在禅定之中 所产生的这种因呢 这种特殊的光音波呢 把它记录下来 就成为咒 事实上呢 我们现在所念的 要思咒呢 要思灌顶真言呢 也是要是如来 入那种 除灭一切众生苦恼定啊 入这种定之中呢 定中所产生的光音波 把它记录下来呢 成为要思灌顶真言 所以我们要知道 咒是在定中参说 我们要用这个咒来起作用 要能够治病也好 要能够所求如意也好呢 也需要在定中持咒 才比较容易呢 相应 那么第二个方面 我们要明白的是 咒呢 它会为总词啊 就是用最简单的文字 来总摄佛菩萨 它的功德 它的本事愿力 悲心 微省力 以及呢 它的修法 它的卷属 密法里面的内奥经义 所以呢 号为总词啊 那么总词的总词呢 就是三个字 嗡啊 哄 那么 咒语呢 也可以分为 根本咒 心咒 广咒 心中心咒 和 事业咒 五种 根本咒 就是本尊 它的根本的 内容 它的德号 它内力的 祈祷 它的寺院力 都包含在其中了 你比方说 我们现在这个念的 要事咒呢 就是要事如来的 根本咒 要事如来在七佛经里面呢 它有五个咒 也以这个咒呢 为根本咒 还有要事定理 定理 定理咒 那么 这个 定理咒呢 比方说 哦 站脱其理 说好 这个呢 是需要事定 要用的咒 也有它的定 印 和用印 还有比方说 我们 那个 念那个金刚手 金刚手 它的那个 根本的咒 哦 班辞巴尼 妈哈 做大 做大 也 哼 配 班辞巴尼呢 班辞巴尼呢 这个是金刚手 那么 它的名号在其中了 妈哈 做大做大 也呢 是大威力降伏 哼 是齐请 大猛力成就 这些呢 是属于 根本 根本 还有第二种咒呢 是心咒 实在心咒呢 就只是指 这尊佛 或者这尊菩萨呢 你看 它的 名称 它的名号 一般 都是用一个 嗡字开的 比方说 嗡 山马达克 哼配 嗡 山马达克 哼配 山马达克 大威德 吉祥不畏 嗡 嗡 曼拉辈米 哼 曼拉辈米 曼拉辈米 是什么 莲花上的宝珠 其实也就是 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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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 莲花手 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 它的名号 那么 还有呢 比方说 嗡 般哒般的哼配 般哒般的金刚手 都是 都是属于心咒 广咒呢 就是 广泛的包含 本尊 它的声 语 意 事业 功德 它的 卷属 它的修法 它的称赞 祈祷 它的相应法 它的慎重 等等 比如我们原来讲 观无量寿经 讲道理 无量寿广咒 那个很长 就是无量寿佛呢 它的一切 都包含在其中了 心中心咒呢 心中心咒啊 那就是最短的咒 最精妙的咒 甚至于它就是一个本尊的一个 一个种子字 你比方说 那个四面空心的 心中心咒 哄嘎配 那么这个嘎呢 其实就是它的心中心的 种子字啊 哄呢 是一切愤怒 一切愤怒咒 愤怒本尊呢 它的开始的这个 总色的开头 配呢 是一切 吹破一切 邪魔外道啊 这样子呢 比较有力量的 一个总色的 结尾 还有四叶咒 四叶咒呢 其实就是启用的 随许法呀 本尊它为了 满足众生的 种种的祈愿 那么呢 它会有种种的四叶咒 比方说 平息灾难啊 增长利益啊 降服冤仇啊 吹灭邪魔啊 或者增长威势啊 射受众生啊 或者呢 求财征寿啊 等等等等 这些呢 都是 为了满足众生 特别的求愿呢 而起的善巧方便 或者呢 是成就 某一种神通 幻变呢 这样子开演出来的咒语呢 它都有特别的功用 那我们回到 这个翁字来说好了 这个我们会 一般会念安 这个安字呢 其实要念翁 是比较正确的 我们的发现口会念 阿玛尼巴米哄 其实 其实都可以 但是呢 发现口的时候 念这个安字是可以的 阿玛尼巴米哄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体会 要念安字的时候 是哪里在震动啊 喉 那你要超度这个恶鬼的话 要把这个咽喉打开 会念阿玛尼巴米哄 这个没错的了 但是你要修行的时候 念 嗯 嗯字在哪里动 在头脑里面想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要说的事情 应该是念 达字托 嗯 毕萨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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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末皆地说和 嗯字呢 它有无量无边的意思啊 我们略略 从七个方面来说好了 第一个是 嗯呢 它是很多咒的 开头的字母 尤其是一些 西斋咒 真意咒 都是嗯字开头的 嗯 还有皈依 顶礼 祈祷 等等的意思 第二呢 其实这个嗡字啊 它是有三个字拼过来的 就是阿 乌 还有呢 就是母 三个音节呢 拼过来的 阿字本不生呢 阿字呢 它是宇宙 创造生成之音 乌字呢 是宇宙 保持维护之音 这个 母字呢 是宇宙 毁灭破坏之音 三个音节 也自然它就已经包含了宇宙的 生 住 灭 整个过程的 全部力量的表现 都在其中了 所以我们知道 由这个三个音节 主持统的 嗡 那么这个嗡字呢 它是说明 宇宙万物啊 都有 生生灭灭的现象 物有 沉住 坏空 生住 亦灭 人有 生老病死 唯有 我归一本尊 才能够真正的解脱一切生灭法 才能够由 生灭的相 切入到 不生不灭的本性之中 安住在不生不灭的 真如 一尊法界之中 那么这个呢 应该是 嗡字 它的 含义 第三个方面的嗡字呢 它其实是表示了 我们的 潜能 我们的潜在的能力 是一切 庄严之力的象征 第四个方面呢 嗡字是最高的目标 我们念嗡字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 获得悟性的 最有智慧的方法 对于羞耻者能够提供 最有力的一个帮助 最简单的就是 如果我们感冒 这个鼻子不通了 一直这样 这样的话呢 鼻子会容易通的 因为它在头脑里面 在震动啊 第五个方面呢 嗡字啊 它表示了 神圣的学习 和神圣的呢 修行 成就 那么 也表示了 我们的自信 天真佛啊 通过嗡字的唱诵 能够苏醒过来 我们在念诵的时候 要将整个的身体 整个的呼吸 整个的感觉 整个的思想 全部呢 都融入到 嗡字的声音之中 第六个方面的意思 是我们念诵和光线 嗡字以后呢 我们修行者 将会容易变得 安静祥和 然后呢 比较 纯洁 纯粹 伟大 具有清净的 信仰 增长信心 好像 蛇 退去皮 变为龙一样 好像我们中国古人 所说的呢 鲤鱼跳龙门啊 跳过去呢 就 变成 鱼龙一样 能够让我们脱胎 换骨 能够摆脱过去的 邪恶的习气 一气个方面是 嗡呢 它 它有增长的作用 是神圣 庄严的 所以我们将它用之于 上师本尊的 万德鸿鸣前面 那么 一参念呢 就能够增长 一切的 佛菩萨 一切本尊的 加持的力度 灵感 更为殊胜 你看我们念那个 十二要塞大将 这个咒语就很简单 事实上 每一个 每一位要塞大将它都是有长咒的 但是呢 我们不传那个长咒 因为那个 太繁琐 我们就简单的 咒 公皮罗大将 咒 法哲罗大将 这个就很简单 法哲罗就是什么 金刚楚啊 那么 阿字的意思呢 也有好几重 我们也从 那个 四个方面来 表述好了 阿字是一切声音之母啊 你看 一切国家 一切人民 一切语言 他要开口说话 要发音声呢 首先是念 阿 小孩子一开口 什么都不会 他就会念阿 这样子呢 一切的语言 开口发音呢 首先发作是阿字 第二个呢 阿字本不声呢 既然不声 当然就不灭了 有声就会有灭啊 所以呢 他也可以表示空性 我们看那个法王 如意宝 金美朋友上司啊 看那个龙多活佛啊 他们那个 私人的那个印章啊 都是特地一个阿字 一个阿字 第三个呢 阿字就表示诸法实相 表示我们的真如妙心了 第四个呢 阿字 他其实表示五种不可得 我们如果将来有机会得到 东密的传承啊 都会知道这个五种不可得 阿字一切法本性 诸法不声不可得 阿字超言权 那么呢 超越一切的言权和思想啊 所以呢 自信言说不可得 阿字无够无尽 尽会成够不可得 不够不尽了 阿字夜报亦空性 因果业力不可得 阿字一切法如荒 犹如虚空不可得 那如果那个修那个 东密的法药的时候呢 这个要修东密的 开智慧的方法 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阿字光 一光阿字 写一个范文的阿字 底下是个莲花 然后你对这个阿字来修 然后呢 能够开启智慧 那么你需要了解 这个五种不可得 第二种呢 就是虚空障 求文词聪明法 那么这个是我们略说阿字 轰字呢 它是一切生命来源之身 能够保持和延续生命的动力 第二个呢 是使人健康的 最原始的阴结 我们看一切巨大的运动 它所产生的共争的声音 都是轰 我们一栋大楼倒下来轰 这样子都是个轰字的 轰字的音声 一切巨大的音声 巨大的运动呢 它的原始的音 都是轰字 那么也就是表示 一切的力量 它突然爆发出来的话呢 它的声音也是轰字 所以轰呢 是代表力量的 第三个呢 轰字是一切金刚的 种子字 是失无畏的惊讶 是威力的象征 是服恶的根本 所以一切是很有威士的 之后呢 它一定会有轰 乃至于那个 降 降辅咒 那个诛灭咒啊 它是一个轰字开头 连续七个轰字呢 作为结尾 底下里 皮沙士 皮沙士 皮沙舍 这个三道 我们解释一下 底下里 沙漠接地 说和这个讲过了 沙漠接地是普遍旧度啊 说和呢 是迅速成就 那这个皮沙士 皮沙士 皮沙舍呢 是药滋 药滋 药力呢 成就了 但是事实上呢 不是那么简单啊 不是当然给你治病 哎呀 用药 用药 然后你身体也好了 不是这样子啊 它有很多的意思在其中 我们锐锐地 从十个方面来说好了 当然是无量意啊 而且用比较浅显的 大家容易理解的呢 有十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个是第一个皮沙士呢 是治疗生病 我们用物质的药物 饮食水 这些呢 来治疗我们身体上的病 第二个皮沙士呢 是我们用佛法 用一切的真理 来治疗我们心理上的烦恼病 皮沙士呢 是我们用呢 与我们的真如自信呢 相应 回归到真如自信上去 回归到根上去 归根呢 归到真如自信呢 这样子呢 来治疗我们灵性上的障碍 所以事实上是自心病 自生病 自心病 自呢 灵性病 那么方法呢 就是人与大自然和谐 能够呢 从大自然之中 获得身体 所需要的各种材料 我们的细胞 形成代谢的各种材料 能够毫无障碍的 从大自然之中获取 这个呢 是第一个皮沙士 然后呢 人与人和谐 就心灵健康 无烦恼 人与真如自信 和谐呢 就能够 超出轮回 这个是第一重意识 第二重意识呢 其实是表示我们 修色法 修西法 修心法 第一个皮沙士呢 是我们修色法 来把我们的五蕴里 有露之身 转为流离光身 第二个呢 我们来修西法 把我们的凡夫的业节气 转变为圣者的智慧气 第三个呢 皮沙士呢 那么就是通过修心法 把我们的生生灭灭的 烦恼不定距离 凡夫散乱心 转变为不生不灭的 念念回归到真如自信上去的 真如妙心 所以事实上就是 第三重意思呢 就是表示 修秘秘禅 如来禅和主思禅 第四重意思呢 就是表示我们通过饮食 呼吸 睡眠 来治病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一直所说的呢 吃好 睡好 心情好 那么第四 第五重意思的话呢 是表示 我们第一个 皮沙士啊 这表示消除过去生之中的一切障碍 过去生之中 一切的祸障 一切的业障 都通过念皮沙士呢 消除它 第二个皮沙士呢 是消除今生今世的一切障碍 第三个皮沙士呢 是消除我们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障碍 此生后世皆得圆盲 第六个方面呢 其实是表示 断剑尸或断尘杀或断无名或 圆断三或 第七个方面呢 是表示我们圆正三德 我们通过念 啊 皮沙士皮沙士皮沙社呢 圆满的成就 法生德 解脱德和般若德 法生德 是本体 解脱德呢 是外相 啊 波尔德呢 是妙用啊 智慧所起的神童妙用 一切无障碍 第八个方面呢 事实上是 由小到大 表示来治病了 第一个皮沙士是治疗我们个体的 治疗我们每个人身心灵的疾病 我们身体上的疾病 病苦心灵上的烦恼 灵性上的呢 障碍 这些呢都可以通过念皮沙士消除 第二个皮沙士呢 是消除整个社会大众的 病 人群之中的病 我们社会人群有什么病啊 国与国 战争 这个是有病啊 世界不和平 社会有不公平的平复不均的现象 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丑恶现象 我们通过 通过持重样式中呢 就是来自这种社会的病 第三种呢 更进一步是治疗法界不和谐的病 你看 法界之中有四生六凡呢 有地狱恶鬼畜生呢 有三恶道啊 众生有种种的苦乐生成啊 有些上升呢 有些下沉呢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通过念毗萨社呢 转实法界 为义争法界 都能够开发本性 这样子呢 是毗萨社的意思 第九种呢 是表示消除我们生活之中的一切 第一个啊 毗萨社呢 是消除我们生活之中的一切妄念 一切混乱 转生死轮回 不自在地 相为不生不灭的 解脱相 第二个 毗萨社呢 是转凡夫心为佛心 显发我们生命之中 本距离尊辱佛性 毗萨社呢 是圆满成就 圆满成佛 那么第十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表示我们 转凡夫的夜节气为智慧气 转凡夫的有漏身为流离身 转说婆世界为静流离世界 在我们一生之中 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呢 就圆满的能够成就呢 要是七佛 这个呢 是我们略说 这个要是咒啊 它的含义 耳时光中说此咒语 大地震动 放大光明 一切众生病苦皆处 受安稳乐 这个隐字啊 是个通价字 安稳 平稳地稳 那么 耳时光中啊 这时候呢 要是流离光 如来 要是佛啊 他在除灭一切众生苦恼定 在这种定 所产生的流离光之中啊 宣说了 要是灌顶真言之后 说此咒语啊 产生的外向的变化是什么 是大地震动 放大光明 因为要是佛 他的威德神通的加持力 咒力 使得整个大地呢 都六种震动 震动起来了 并且呢 普遍地放大光明 一切的众生 都能够数十的业障 顿然消除 所以呢 就能够病苦皆处 受安稳乐 受到心安 身稳 的种种快乐 享受呢 心安 身稳 身体呢 很舒服 心也很安定 这样子的呢 种种的快乐 都因为这个咒力的加持呢 能够得到 那其实同时也是说呢 如果我们持咒啊 相应的话呢 身体的四大转变 那么外在呢 就会有大地震动 我们转凡夫的鱼痴黑暗的心 为智慧心 心与法相应 外在呢 就会放大光明 我们悟道 静虚空 变法界 就是一个我 就是我的真如妙心 外在的一切 众生呢 其实都是我心内的众生 那么众生是诸佛心内的众生呢 诸佛呢 是众生心中的诸佛 其实呢 诸佛与众生呢 本体上 佛性上 都是一致的 都是一体的 心佛众生 三五差别 所以呢 我们能够悟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念念与真如自信相应了 所以呢 外在呢 就一切众生 病苦 消除 病苦皆处 受安稳乐 这是入定说咒啊 底下的经文呢 是说 慈咒灭害 慢速势力 若见男子女人 有病苦者 应当一心 未比病人 长 清静 早述 或时 或药 或无从水 咒一百八遍 与比福祉 所有病苦 细节 消灭 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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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法者 文殊 施利 菩萨呢 宣说 用药物呢 啊 那个 通过药石咒的加持啊 来治病的方法 这里面很巧妙啊 它就三种力都有了 所以呢 此药石咒 能够起作用啊 能够呢 治病 药物的力量 这是物质的力量啊 咒的力量 和我们的心念的力量 这三种力量 结合起来呢 这是用药石咒 治病的方法 这是释述 牟尼佛呢 宣说的 用药石咒 来治病 如果看见了 男子女人 他们呢 生染重病了 那么应该一心 为他呢 虔诚的持送 药石咒 让他脱离病苦 持咒的时候呢 要能够 常清净找树啊 能够要洗澡 树口 让我们身体洁净 雨呢 很清净 远离 四种过失 不妄言 不起雨 不两色 不恶口啊 就能够让我们雨夜清净 意呢 要能够修光 修光想 这样子呢 是生与意 常清净了 内生大悲心 或食或药 然后呢 用病人他吃的食物 或者药物 或者呢 无虫水 或者呢 没有虫子的 清净的水 原来印度那个天气很热啊 水里面有很多微生物 所以呢 比丘出去呢 要带个绿水囊 很细的那个纱布啊 把这个水绿一绿 那微生物的都会绿跑掉 那个水就清净了 嗯 那么呢 啊 用这个清净的 无虫水呢 啊 对着这个呢 来念咒 咒一百八遍啊 与比福食 通过念咒 一百零八遍以后呢 然后 加持这个食物 或者药物 或者水 再给病人吃 嗯 那么 所有病苦 吸皆消灭 就能够让他一切的 疾病痛苦呢 都能够消除 具体做法是什么 我们十五呢 看 最后一讲哈 我们准备一下 就可以 大家一起共修 我们今天发来个遗轨嘛 十五这天呢 一起修一修 要准备什么呢 要准备 食物 药物和水呀 我看药物就不用了哈 食物呢 也不要搞那么多了 就苹果好了 这个水果啊 够有药性 但是一切人 都可以吃苹果 所以呢 用苹果是最好的了 大家不要 随时不用 把这个东西 全部堆在这个前面来哈 就是 就是看看课堂 安排放苹果好了 然后准备 那个五条线 五条丝线 呃 红色 白色 呃 那么然后的话呢 绿色啊 那个 黑色 黄色啊 这个五种颜色的线呢 它分别表示五大 也表示我们的五脏 哎 这个线由 由这个水这个地方 或者由水 由这个苹果这个地方 牵到我这里来 哎 然后的话呢 我们做本中观的时候 就观想这个 加持力呢 透过这个线呢 这个元体力啊 就加持到这个物品上去 大家以后在家里面修理的时候 也是可以这样子啊 哎 每一个人 当然我们每个人 自己都可以带一瓶水呀 放在这里 大家一起念钥匙做好了啊 做一百八遍了 我们这么多人呢 几百人哈 一个人念几遍都很多了 哈哈 我们肯定不止念几遍了 我们那个十五吧 十五的下午来修 哎 那个共修这个钥匙法的 这个仪轨啊 呃 修的时候要相应的 关键是要能够入钥匙定 要生与异三立相应了 生呢要接加富座 守呢要接定应 钥匙说的应 学过大悲哥就会知道了哈 钥匙 钥匙佛的那个根本 我们要是怎么接应啊 应该很简单啊 就这样 对了哈 首先是这样子 这个手呢 右再上 左再下交叉 交叉的话呢 不要太紧了 就是有一点空 然后呢 把它包过来 这个中间呢 看中间这个纸的弯曲折连 这个中间是平的 然后呢 大纸呢 再并过来 这个大纸是可以动的 呃 然后呢 这个 你不要插得太紧了 这个要 要比较平 比较空 这个表示一个什么 表示一个药瓶子 表示一个药瓶 表示一个 呃 陈耀师佛的那个 呃 咒力加持 第一种元起力 呃 然后呢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 这样的话呢 就来持送 然后呢 其实修法的时候 这个大拇指是可以动的 它可以勾招啊 呃 然后当然还有很多的其他印呢 我们只要要查大张的印 要试破它的用印 呃 还有很多 我们先学这个根本印好了 我们你要是这里说 就是用这个印的 呃 我们一起 一起结这个印念好了 南摩伯杰法地 皮 皮萨浙基鲁 皮柳梨 皮柳梨 波拉伯 科拉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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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托皆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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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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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妙三伯陀也 三妙三伯陀也 达志托 达自托 按照唐秘利传托来说呢 大家要记得我们现在刚刚一起接印和颂咒的这个场景 这样的话呢 你这种传托的加持力就会比较比较清晰 记得现在这个这个咒音呢和这个场景的话呢 就可以了 手呢 是接根本印 生呢 是接家夫做 口呢 就送真言 义呢 就做本尊光 那么 生与义三密相应呢 来 以药食定的定力 加持呢 送药食咒 108遍 加持 食物 药物 和水 然后给病人呢 吃下去 那么这时候这些普通的食物啊 水果啊 药物啊 水啊 它就变得非常具有药食佛的加持力 然后呢 所有病苦 细节 消灭 那么我们要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为什么修药食咒能够治病 不是盲目的说 听说哎呀 这个咒能够治病啊 就就相信了 事实上你要了解它的原理是什么 原理事实上是一种叫做什么 无形调控 我们人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受什么支配啊 受我们的大脑思想支配 身体是有形有相的啊 我们的思想是无形无相的啊 但是呢 有形有相的身体受无形无相的思想所支配 同样的呢 我们生病呢 我们这个手上长一个流子出来 这个流子是有形有相的啊 有形有相的疾病和流子呢 它受无形无相的黑质场所控制 黑质场是什么 就是我们过去的业障 我们过去的不好的生活习惯 我们过去长期的贪 秤 吃三毒对我们身体的摧残 它也有能量啊 你要大发脾气 你以为没有能量啊 这个脾气 这个露气需要什么支持啊 也是需要能量支持 它也会产生一种能量去留在那里面 对你的身体会有伤害啊 尤其是那些 尤其是那些 就是说心里面很生气 但是呢表面上要专注很有修养 所以从来也不骂人 这个气了就闷在心里面 这种人呢 很快就会有胃溃疡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要了解 这个就是黑质场啊 虽然它是无形无相的 但是呢 它是疾病的根源呢 所以如果我们通过医院做手术 把这个有形有相的流子割掉呢 并不能够解决问题啊 因为无形无相的操纵者 这个黑质场呢 它仍然还存在啊 所以你割掉那个有形象的流子呢 这个无形象的 这个黑质场在的话呢 它就可能 让那个 病情更恶化 所以有些那个癌症患者啊 他不做切除手术还好 一割掉那个流子呢 病情反而就恶化了 或者呢 癌细胞就转移了 原因呢 其实都是在于此地啊 好像一个母亲 她能够 生小孩子一样 你杀掉一个母亲 还在的话 她又再生一个 一直生一直生 这个黑质场呢 是母亲 这个流子是儿子啊 那么 中国的文化说啊 万物 负阴 而爆阳 负阳 而爆阴 孤阴不生 独阳不长 万事万物呢 它是相对而存在的 因缘合和了 暂时呢 统一了 这个就存在 矛盾激发了 因缘散灭了 就死亡了 欲界的一切万事万物 都是如此啊 那么所以呢 当我们如果能够通过 持送 要思咒 沟通了 整个宇宙的 灵能 沟通了 要是如来 它尽需空 变法界的 加持力的时候呢 就能够 驱除 无形的 黑子场 你要知道 你用钥匙 都把这个 无形无相的 黑子场 清除了呀 黑子场呢 这个阴性物质 消除了 那么呢 有形有相的呢 这个流子啊 它是阳性的物质啊 它也就失去了 一纯的 另一方 有形有相的流子 和无形无相的 黑子场 有形和无形 这个两者是 相结合而存在的 你取掉这个 黑子场的时候呢 这个流子 它也就渐渐的 它失去支持了 所以它就 慢慢的就萎缩了 慢慢也就消掉了 它也就无法 长期的存在了 所以这是我们知道 修药之咒啊 它能够治病的 一个基本的原理 那么我们 进一步要问的 这个黑子场 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说个例子好了 白血病 你看那个 那个有报纸上面说 是大概有 全世界也超过 15%的 死亡人数里面了 占到15%啊 都是死于那个 血癌呀 白血病呢 中医和西医呢 几乎都是无法治疗的 那我们如果从 钥匙咒这个角度来说 怎样子来 从根本上来治疗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 它的原因 任何事情啊 只要把原因找到了 把根找到了 就好办了 白血病呢 如果从西医的角度来看 它就是说 因为那个幼稚细胞啊 数量增加了 然后呢 就用化疗的药物呢 来把这个幼稚细胞来杀掉它 要吃那个化疗药 是 它会缓解那个不舒服的症状 因为幼稚细胞会杀掉 但是呢 它的副作用是 它也会把正常的 好的细胞也会杀掉 而且呢 化疗的药物本身 也是剧毒的呀 所以它的副作用就很大了 所以 用化的药物用久了 它会有呕吐啊 恶心啊 虚脱啊 头发都脱落掉啊 我也见过一个 一个晚期的人 他 哎呀 夏天很热 但是他不能吹风上 一点点风吹过来的话呢 就好像那个 拿刀在身上刺一样 这样子的话呢 是说明什么 说明它的免疫力 已经全面崩溃了 所以呢 如果用西医的方法治疗呢 事实上 它是没有转机 不会好 它只是说 暂时解决一些痛苦 而暂时 暂时呢 没有那么痛苦呢 事实上会对它的生 对它的生命呢 伤害得更深 中医呢 就会稍微好一点点 它就会进一步去探究 这个幼稚细胞 是怎么来的呢 哦 它就知道原来产生幼稚细胞的原因 是我们身体里面有孕毒 所以一切的中医药啊 中药啊 它的基本的功用都是要清热解毒 哎 所以给你开听中药吃吃 把这个孕毒消了 清掉了 但是呢 这个也不能解决问题啊 啊 那么所以说呢 一般用中药 它应该也是 真正彻底治好的机会也是没有 啊 但是呢 可以维持的长一点点 如果它会治的话 所以其实我们要进一步来探究 这个孕毒 它为什么会积在这个里面 会停留在我们的机体里面 原来的原因呢 哦 是因为经络 经络阻塞了 我们的经络啊 堵住了 经络堵住的原因呢 是什么呢 就是内分泌啊 我们内分泌失调啊 内分泌失调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黑质场啊 黑质场啊 黑质场就是我们这个生物场啊 很紊乱 我们身体里面的 各个系统啊 它的功能不能正常发挥 它里面很混乱的 那么产生这个生物场很紊乱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其实就是 或者呢 是全身的业障 素质的业力 或者是今生的心态 比较啊 比较长的时间呢 没有调好 当那个太阳出现黑子的时候呢 就会给我们人类带来灾难 同样的呢 当我们人的心态呀 产生黑子的时候呢 就会导致人生之中的灾难了 而且我们前面所说的呢 全身有犯戒今生的病苦 如果有犯杀戒呢 今生会有肝病 眼睛的毛病 所以其实要知道从这个角度去忏悔啊 人家说哎呀我肝脏不舒服 我怎么办呢 解决的爸爸其实有一个是一个是忏悔 过去生之中或者今生 有杀戒的罪 然后呢多放生 一切的肝病呢应该 都会跟全身的杀戒 放杀戒呢有关系呀 如果有全身有犯偷盗戒的时候呢 那么今生就容易有肺病和鼻子的毛病 如果全身有犯邪淫戒的时候呢 今生就容易有肾和耳朵的毛病 感谢观看 接着 优优独播剧ल 优独播해주 admin 感谢观看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